有很多被指控犯罪的青少年人士 并不熟悉有关法庭的程序 本片介绍当青少年人士被指控犯罪 以及必须在青少年法庭受审时的基本盖放 当青少年人士被控犯罪时 警方将会把案件提交一位负责起诉的律师 在加拿大,这名负责起诉的律师 通常会被称为检控官或皇家律师 因为他是代表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女皇 检控官将会决定是否需要到法庭起诉 或议庭外其他非司法渠道进行处理 有些青少年刑事案无需开庭 原因是因为青少年人士同意接受其他惩罚方式 例如提交社区服务 如果检控官决定某案应该开庭审理 被指控的青少年人士将会受到邮件通知 通知其出庭的受审日期 在司法系统当中 有几类人士在法庭内担当重要的角色 法官是法庭的主角 当法官进入或离开法庭的时候 所有在场的人士必须起立 在某些聆讯当中 例如保释聆讯 坐在法官席上 被称之为的 就是治安法官的官员所担当的 坐在法官前面的是 案件登记官 另外还有一位书记员 负责法庭的记录 最后还有检控官和辩方律师 初次出庭被指控的青少年人士 或者会遇到以下的事项 控方将会准确一份用于指控的证据资料 称为证据披露 辩方有权获得 控方所掌握的证据的全部副本 若证据披露尚未完成 第一次出庭 就只会定下下一次开庭的时间 当辩方已经收到控方披露的证据 并有合理的时间进行了解 下一步的程序称为抗辩程序 在抗辩程序当中 登记官将会宣读对该青少年人士的指控 法庭将会询问被指控的青少年人士是否认罪 如果该青少年人士宣称自己无罪 就认定他不承认控方的指控 控方将必须在庭审中证明该指控 如果青少年人士宣称有罪 就意味着他承认所犯的罪名 控方就无需正一步证实这些指控 控辩双方律师会商谈一个结案的协议 如果被控的青少年人士承认有罪 检控官会建议一个较轻的处罚 这个情况称之为协商认罪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即使该青少年人士同意认罪 法官并非一定要按照检控官的建议 采立较轻的处罚 如果被控的青少年人士宣称无罪 案件将进入庭审阶段 检控官必须让人合理地确讯 该青少年人士触犯了被控的罪名 控辩双方在庭审过程中 将各自有一次机会提交证据 在庭审结束时 法官将基于双方所提交的证据 作出该青少年人士 是否被合理认定有罪的决定 在该青少年人士被定罪以后 法官将决定刑罚 刑罚指的是 在法庭对被告的处罚判决 法官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刑法当中 作出选择 包括 对该青少年人士当庭训话 有条件或无条件释放 判令支付罚款 判令承担社区服务 接受辅导或参与其他社区项目 判令该青少年人士禁止参与或从事某些活动 判令该青少年人士向环形监督官定期报导 最严厉的处罚是监禁 该青少年人士将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被拘禁在拘留中心 青少年法庭对被控的青少年人士所作出的刑罚 被成年人触犯 该项罪名所作出的刑罚显著减轻 在罕见的情况下 如果犯罪的情节特别严重 而导致青少年刑罚被认为不再合适 法庭也会采用成人判决 如有需要了解更多有关部门 处理青少年犯罪的书法 或法律系统讯息 请登入加拿大司法部网站 你如需了解自己是否合资价申请法律援助 请联系你所在省份的法律援助机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